最辛苦的 勞苦功高的伴长 董文豪 其实我们这个团会成立就是我们几个嘛 就是真的是情谊相挺啊 这个四个字 从那次开始 后面先来一次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的就 只是去做啦 没有想到说后面有什么结果 或要达到什么目标 只想说第一步他出去 就是先接台北医院 然后跟老师去安养院 然后再陆陆续续就是 隐慧的那个阿贝的安养院 再就是因为阿德加入 然后就又踏到疗养院去 光是一个疗养院我们可能就要去上次 因为他们有伤害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踏出去 当初没有想到说会搞成那么大 只是想说尽一份心力 然后跟老师学了这些东西 真的是很感谢老师啦 真的是把我们开启那个音乐的那个细胞出来 那刚好又有兴趣 那既然有了这个兴趣 你总是自己在家里吹 没有那种感觉 然后虽然我跟我妈两个很认真在吹 可是吹不出什么名堂 总是想说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吗 或者说带给大家快乐吗 就是这样子走出来 那这三场最感动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们的团圆民居力都很够 而且向心力也很好 大家的虽然默契还没有达到说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至少大家都是有那种相挺的意味很难 所以不管这中间有什么挫折啦 有什么挫折地方 大家都互相能够包容 而且互相能够宽容 因为彼此都是只是为了一个无私的贡献 没有任何的利益 所以我也很感谢大家 虽然只是一个发行 但是如果没有大家 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做得来 真的只有感谢感恩 然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再继续走下去 希望以后能够更多人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 然后带给大家很多快乐 所以我自己给我自己有六个字 就是行乐行善跟行孝这三样 这是我这一生目标 我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到目前我做到的就是 对我的父母行孝 对我的长辈有多效 那再来行善 行善这个好像也要看机缘 比如说我们捐捐钱 然后去做义工做志工 虽然是行善 但是没办法就是说 做到那个我想要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就从最前会音乐嘛 就从玩乐开始去做 拿到上播快乐 然后分享我们的快乐 分享我们的幸福 把我们的幸福快乐 然后分享给周遭的朋友 让大家一起来快乐 就是快乐班吧 快乐班 感谢喽 谢谢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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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